今天外面還是很濕 雖然是停了雨 我都沒有出去,因為濕得很緊要 這幾天實在看了很多DIY移民群及其他帖文 上星期跟一個移左民去Vancouver 還有一些將會來加拿大的人 在網上聊聊天 發覺有一些事 我想現在的trend就開始轉 實在不是開始 這幾個月我都發現了 和我差不多一年前說移民 或者我看到的群組 所說的事情 問的問題 是有些不同了 那我就要故意 我想我今天會做兩個影片 這個會是公開的 另外一個我看看我今天 遲一點的時間 我就會做一個 就是Members Only 實在Members Only 我現在每個月給月費的那些 真的兩隻手都有剩下的 數得有剩下的 這個頻道 每個月是4.99 我這個完全不是為了4.99 的緣故 而是真的有一些事情 有時候我發怒騷 或者我那些稍為的意見 我想在一個小一點的群組裡 可以說出來 我在這裡說的就是 大眾的observation 不是說意不意見 大家如果可以在那些group 或者是看報紙都看到 那就是我把它分析出來 那其他那些稍為是 爭議性一些的問題 因為 如果我一說 Youtube自己都會 測試我所說的 我試過的 所以我不想讓Youtube 測試 所以那些 稍為有爭議性的問題 我就會將它放在Members Only 就說明 是不會有廣告 等Youtube 不要 censor我 是封了我才行的 好了 今天這裡 公開是 我看到的observation 大家都可能會看得到 我揭示了什麼 就是 這個所謂的移民潮 到現在 無論是英國的BNO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已經是 那些人在groupman的問題 那個問題的樣子已經開始變了 那我想一下 喂 是不是真的 那個 現在到 那些人問的時候 是水尾呢 就是 那個潮 蓋過來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已經蓋得 七七八八 那現在呢 是不是 很多人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好像是說 是跟風啊 或者我以前根本沒有想過 現在發覺 哇 我看我旁邊的人 每個人都會走 不如我自己也走一睡吧 那我以前都說過 是不要跟風的 我做過一個影片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 private message 來罵我 private message 那些 那我就 不會發表出來 那有些人說 你跟風跟什麼鬼啊 不盡不實 那罵鬼我 那 算數了 就是 這個 這樣的情形 現在好像 越來越緊要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 有些人在群組問的問題 是關於Hong Kong Pathway 他根本是沒有 是聽過這個 Terms 但是 什麼Stream A Stream B 他聽過 但是我想很多人是沒有 看過那個 加拿大政府的官網 還有那些 所有 加拿大正正式式 宣布的資料 因為他們問的問題 是很 很怪的 如果你看過那個官網 就不會問 喂 你那五年 是什麼 五年讀那些 我讀 我讀 這個 在 香港某某大學 我現在 十年了 畢業 那怎麼算五年呢 就是 你要 無論你在香港 在哪裡讀 都好 你要新在加拿大申請 還有 Stream B 那些 有一些 是想不到 原來是 那個 Work Permit 就不等於移民 不等於 PR 那 有一些 也是把 那些 所謂 Express Entry Provincial Nomination 這些 搞亂了 以為 Provincial Nomination 又說0AB 那些 又要配合 那個 又是Stream Age 自己都搞到 亂了 那 這個 是複雜 但是那些官網 是 都是說得 是挺清楚的 那 還有 在group那裡 Petersen 都是 真的 那些片 已經 解釋得 很詳細 我想 移民顧問 都沒有去解釋得 那麼詳細 那 如果你慢慢 是聽 那有些人說 我聽不到 我 我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 英文 你說看不明白 那就OK 但是你說廣東話 那很多人 都做了很多片 都解釋得很好 那你都說 聽不明白 哇 要幾個小時 我聽 我沒有時間 你 幾個小時 但是如果你真正正正移民 是一輩子的 那你 看幾個小時 可以 你想一下 你這一輩子 做事是怎樣做 這是很應該的 不是浪費你時間的 這個 那麼在這裏 亦都是說 這個可能 亦都是 有很多人 就 香港人的 心急 心急 總之 你給我一個答案 我 就是 我 我就 最好 就送上個碟 餵我吃 最好 那 那就不行 很多事情 就算你是請移民顧問 你都要自己做一下功課 好了 還有一些問題 很有趣 我暑假 不用又要回來香港 或者 我夏天的時候 我能不能回來香港 或者 我是不是一定要回來香港 我想一走就走了 我永遠都不會回來香港 如果我有這個 study permit 的話 Summer 是否一定要 趕回我回來香港 那麼 這些很顯然 他 問這個問題 那些人 完全是沒有看過 任何官方的資料 或者甚至是 學校那個 的網站 想讀的學校 的網站都沒有進過 或者任何 任何學校的網站都沒有進過 那才會問這些問題 那 這個 我不解釋 那 那有一些 如果不行 我可不可以 來了 躲起來做二等公民 呢 那麼 在公開的group 那裡 問人 如果我想犯法 行不行 那 這樣 這個 也可以 我說 為何 現在 可能問問題的人 是真的接近水尾 因為 為何 在這些group 問題 通常 如果是回答你的 都會是說 要是 我不懂回答 但是 應該的人 都不會教你 是做犯法的 那 你問一些 我犯法的時候 怎麼辦 那 你就不要犯法 不要問這些問題 所以 那個質素 和 那個想法 是不是水尾 這個 也是很難說 那 另外 就說 喂 我是不是 我聽說一年 要花很多錢 在加拿大住 生活費 這樣 那樣很高 我沒有那麼多錢 那 錢當然是一個問題 人生活 都要生活費 那 如果是真的 聽別人說 一個天文數字 不可以移民 那 我想 也要自己做一些 很好的功夫 先 那 因為 真的 要幾十萬 一年 在這裡 要幾十萬 半百萬 港幣 才可以 生活得到 這裡 大多數人的 收入 都沒有那麼多 不要說 要花的錢 那 有一些 就 很多 Terms 這樣來問 我也有一個片 是說過其他的 Terms 當然是不可以解釋 在那十幾分鐘 那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 無論你去哪個省 哪個城市都好 你如果是用 Student Permit 你最重要是 知道 你報讀那間學校 修理那間學校 是 Desti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就是說是認可的 那 如果不是 那些 野雞大學 每個人都是博士 你們給了些錢 那我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那 阿豬、阿狗、阿雞都是博士 那 不行的 那這些 是有個List的 那你要上網看 那 這個我不說 那 在很多的情況 很多人都說 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快快快快快 Hurry up and leave 不要人家 阿富汗 喂 你不能搭到最後一班機 那 是否真的趕快跑 那個那麼 我不在這裡陣立 jar的意見 但是現在你怎樣都好 你都是要好好在為自己作安排的時候 要好好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不要說跟風,人走你走 所以我說過很多次 如果跟風,你一定會後悔 我上個星期跟一些人聊過 他們說我一定要去Vancouver 為什麼呢? 不用說英文 這個可能是真的 Vancouver,除非看醫生什麼都好 都有說廣東話的 那是不是這麼限制自己在一個城市 如果真的要這樣,那就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去Vancouver 我亦可以說在這裏 亦可以說到,無論是找學校 在這裏找工作 這個亦是一個問題 因為在去年很多人在群組裡問的問題 就是 考英文試 我怎樣才能考到六分、七分 我怎樣考這些事 怎樣可以報這些 上網的班也好 實體的班也好 讓我的英文可以學得好些 可以考到六分、七分、八分、九分 去年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問這些問題 不要說去年,只是幾個月 很多人都問這些問題 還有很多Youtuber都說 你要怎樣預備自己考英文 那麼這個前幾個月 到去年都是這樣 現在呢 很多問的問題 就完全不是說 考英文 考到六、七、八、九 不是 就是怎樣可以 這些英文不好 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工作 怎樣可以避免這些考英文 那就回去走捷徑 還有這個 這些這樣的階段 走捷徑 人都想快 人都想一馬當先 我走得比你快些 但是 這樣走捷徑 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 走捷徑始終有一些代價 你現在可能不讓 遲早你都要埋單 那麼 埋甚麼單呢 那這些 我在第二個片段 你講 無論如何 你移民去 無論英國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哪裏都好 你都要適應 在那裏生活 如果你真的 不只是過招 所謂的坐紀念移民監 回到香港 你始終都要學一下 一個外文 如果你說去德國 就要學一下德文 那這個是應該和必然的 就真的不可以這樣想縮數 還有 好像 現在多了很多 我發覺 我發覺 就是其他 很多 我叫做 Propaganda 的 東西 那 因為有一些 我前幾天都說過 喂 我移民不行啊 要 打道回府 把小孩子 小孩子 小女兒 要再在香港 要再敲門 報告學校 那 這個可能 這個是 這些 不鼓勵你移民 那些 報紙 唱衰 那這件事 是可能 但是有幾多個呢 我不知道 那現在這幾天 我在那裏 看多了些 就說 找工作 很難的 你蹲蹲 要蹲四五年 尤其是英國 去了BNO 那些 有些說 找不到工作 我要慢慢的 那些錢 撕五年 撕六年 這次很糟 另外有一些 就說 如果你要去加拿大 尤其是現在 說 喂 你要那裏 那些人提供你打針 有個 Vaccine Passport 這個是 現在這個 大選 是在說 這件事 還有 有很多 這裏的公司 這裏的學校 是真的要你打完兩針 才讓你上班 如果不是 你就不用上班 上學了 又說 要每個星期 要驗兩次 這樣 要逼你打針 又說 要有個 有個證明書 就 說 你看外國多壞 多磚仔 一定要你打針 據我所知 香港很多人 對打針有抗拒 這個 你們為何會不打針 這個我不問 這個是你們自己選擇 但是 用了這個 嚇人 說 喂 你去到 一定要打針 如果你不想打針 你不要想移民 那就嚇了你 這個是 又 因為用了這個理由 你看看 別人 去到這些國家 是沒有自由的 是很死專制的 還有 有些人打針 打了兩針之後 就死了 所以很牙煙 你用一條命來搏 你移民 我真的看見這些 這樣的帖 那 打不打針 我想是 我在另外一個影片 才講 但是 這些 嚇驚人的 這樣的帖 這樣的言論 是 這幾天 或這星期 真的 在我的 見面 真的 多了很多 那 這個 雖然說 是你的自由 打不打針 但是 我想 都是這個 這樣的宣傳 說 你去到 第二個地方 人家會 逼你 做一些 你在這裡 不想做的事情 你會 是沒有了自由的 你是做了二等公民 因為 人家要逼你 打針 實在 二等 一等 這裡 在我這個省 打針 是七十幾八十個 是很高的 那 那是不是 七十幾八百 那些都是二等公民 如果這麼多 二等公民 那就是沒有了 二等公民 那 那 這一個 你們覺得 是怎樣呢 那 或者 看我這部影片的人 有沒有 也好像我這樣 撞到 這些 這樣的帖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呢 那 麻煩你們 大家 留言 今天呢 就說到 這麼多 那我可能呢 有一個 Members Only的 片 可能會出 那